我們講講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這場戰爭,好嗎? 這裡最深的發展就是連接俄羅斯 以及已經被它吞變的哈里米亞那個大橋 都被炸了 我自己看到的新聞 其實好像烏克蘭都承認了這個責任 但如果連一單新聞又說烏克蘭怪罩俄羅斯 俄羅斯要調查 這個信息我自己都有點混亂 所以大概可能要去查一查 不過始終這個大橋對俄羅斯 就入出烏克蘭的戰爭影響到很大 因為正正在後備的供應鏈 就可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渠道斷了 但不知道俄羅斯現在去收復成怎樣 不過現在因為這個戰爭的戰事就發展到 俄羅斯又用一個核武做一個威脅 所以現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對這個戰爭有什麼影響呢? 幾個角度去看 俄羅斯一直說核武威脅 首先它不輕易用核武威脅 整件事 因為如果它可以的話 一早就禁掉了 它就不敢 一直說 記得我講過呢? 未來兩個月呢 就是之前兩三個禮拜前說 未來兩個月呢 克里米亞必然面臨大戰的 而這次炸了這個補給線 很主要的補給線呢? 這些是發動總進攻之前的必然手段 但是這個黑色大橋炸了 但是還沒炸斷 它有一條線還可以走到車 但是火車不知道能不能走到 走到車 即是它的補給還沒斷 只不過辛苦了 辛苦了 未來會不會再炸多劑呢? 很難講 不知道 會不會因為炸不斷 再弄多東西 就是炸到散了 分幾段去炸 切頭切尾 炸斷 斷了它的補給 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必然 克里米亞就危的了 就是烏克蘭極有可能 就是目標target一定是克里米亞 一定要光復為止 這個第一個看法 第二個看法 俄羅斯的補給 因為斷了克里米亞大橋 斷了一半而已 我看到它今天 車路還可以通得回 有一條線還可以通得回 那個鐵路不知道 它補給到 有困難 辛苦了一點 就是車輛要多走六路的 卡車去補給 看看短期內會不會再炸多 如果真的沒有了的話 俄羅斯就逼著繞上路 在沿海的馬利烏波爾 我們下回克里米亞的補給 那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大了 因為上面那條路 就是在黑海沿海 貼著烏克蘭那條路的話 完全是烏軍的炮火 範圍之內 就是說你的補給線 隨時受襲 因為這個黑石大橋的好處就是 烏軍的火力打不到 打不到 所以才會這樣 但是打不到 你看到今天很多片出來 就是其實是一個自殺式的炸彈爆了一堆 而爆炸期間呢 就在下面走的那個運油車 火車運油車 就趁機著火爆炸 那你已經可以看到烏克蘭的情報系統 就是非常純熟了 就是非常厲害 它是知道 就是肯定是 收的資料收得很準時 星期幾幾點 這輛火車會這樣走 搜集了這些數據就計劃好了 就到時找個死士 就在火車橋上面 噴一炸 它那個火力 那個爆炸威力呢 就拍到橋底下面 通過那輛火車 就它那個運油火車 就爆炸 所以畫面就這麼精彩 整個大橋著火 斷了一半 倒下來 倒下了 那要整理多久 要整理你起碼一頭半個月就走不掉 那你就是 如果我沒有推測錯 你炸了這個 斷了補給 然後你發動對克里米亞的進攻 因為你沒有補給 是極影響俄羅斯的士氣的 那是很有趣的 烏克蘭承認 就是做了承認 然後又沒有公開承認 官方 烏克蘭官方沒有公開承認 是去炸的 那俄羅斯是更加奇怪的 理論上你被人炸 你被人炸 最有 最有嫌疑的那個 一定是烏克蘭的 但是俄羅斯這件事 它有一個鵪筋 在我們調查 低調處理 這件事你跟莫斯科號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旗艦 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被烏克蘭炸沉 其實它在國內的宣傳 就不想告訴俄羅斯國民聽 是烏克蘭做的 你看到一旦它公開了 烏克蘭炸沉了我們的莫斯科號 又炸斷了我們烏赤大橋 黑赤大橋 你想想對現在死守在克里米亞那些俄軍的心理影響有多大 是非常打擊士氣的 所以它選擇不說 低調處理 我會調查是誰的 但是用不著調查 當然是烏克蘭的 難道是好怕自己炸自己貪過癮嗎 想到想到一定是烏克蘭 我夠膽在這裡 因為它要整個戰略上 先斷你的 後勤補給 然後就 借我下來 光復 克里米亞 所以現在克里米亞的人很害怕 乘搭船也要走 反過來走 因為怕一旦烏克蘭光復了克里米亞的話 它怕受到報復 他們很擔心受到報復 所以南國會戰爭發展到現在 你可以看到 市場很低落 現在入東了 聽說俄羅斯前線 那些士兵 那些冬天的大衣 冬天的大衣 乳涵那些東西 聽說那張單 加不了貨 聽說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很大件事 因為俄羅斯和烏克蘭平原那裡的那種動法 就不是人品的 大家記得當年納粹都是因為這樣 納破崙都是因為這樣而戰敗的 天氣的突變 冷到你無法接受 沒辦法走到 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烏克蘭 如果俄羅斯的軍隊 是冬天的遇寒衣物不夠的話 請問這場仗還怎麼打下去呢 有些人說 用核彈 可以阻壓到 我到這一刻 我不相信俄羅斯敢用核彈 因為你一旦用核彈 它會牽涉到 你普京瘋了 你陪普京那些人 不是瘋了 它你應該會看得到 你一用核彈 這場戰爭一定會擴大 我是解釋過很多次的 因為如果你用核彈 西方是不可能用孤式政策的 如果你用核彈 西方人 繞埋雙手刀沒有這件事的 哇 習近平開心死了 立刻武統台灣 北韓開心死了 立刻武統南韓 巴基斯坦印度開心死了 大家互扔 攬炒 伊朗開心死了 哇 還不實在伊拉克 實在沙特阿拉伯 獨攬中東 到時那個世界會是什麽世界 大家可以想 所以沒有可能 你一用核彈 無論戰略核彈 也好 戰術核彈也好 你的結果是一個 一個 就是解體俄羅斯 必然的 俄羅斯就變成了二戰之後的德國 一定要將你這麽大的國家 斬開幾件 不讓你再建軍 一定會這樣去做 因為你扔下一個 當然會扔下第二個 你扔下一個 衝破那條 那條什麼心理障礙的 那人家 不會再用孤式的態度 因為俄羅斯 那些國防人員也都一清二楚知道 北歐裏面有瑞典 芬蘭 兩支勁壘 波蘭又有一支勁壘 在那裡侯著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有美國的精銳部隊在這裏 加上 美軍現在在歐洲裏面有十萬駐軍 那些精兵來的 你夠不夠賺到這局 還有英軍呢 英軍在愛沙尼亞 這些是隨時可以動手的 你一搞就打的話 很簡單 你那個外飛地加利林格勒 一定沒有這樣 那個聖彼得寶 就在這個芬蘭 瑞典的勢力範圍 一定沒有了 換句話說 你一旦開球的 黑海艦隊 波羅斯海艦隊 會是很短的時間內被先滅 沒有了這些爪 那你剩下一個中央福地 莫斯科 你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肯定 是不是 到時候你怎樣 扔核彈 扔一下美國 那不是只有你有核彈的嘛 如果你夠膽摧毀了一個 國際知名的一級大城市 那你的後果會極嚴重極嚴重 就是你迫著人家 要將你滅亡 所以他們不夠膽 而這種情況之下 只會逼到俄羅斯會產生內訌 那現在聽說出了事 聽說普京已經在俄羅斯 抓去那些衛隊 去抓一些軍方 一些異見人士 就是不同意普京 就是再這樣打下去 聽說抓了一個上將 聽說 就是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沒辦法 沒辦法 逼到裡面的人 喂 唯有這樣就殺普京 他自己殺不了 他或者向美國提供情報 說普京幾點幾點在哪裡出門 你是不是用那些聰明導彈 用B2有一隻導彈 是這樣的 很有趣的嘛 一下子炸來炸 你說捏地帶不要緊 他第一個炸彈 砰一聲 深入地底 幾多層 三四層 爆開了先 接著第二個才堆下來 那個才是 就是炸了一個大洞 第二個才轉到地上 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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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十米再爆 那你死定了 你知道 肯定確認了 我的目標 幾時幾點 在哪裡出現的話 他就這樣做 如果你用核彈 人家一定會考慮這件事情 已經講到出聲了 就用這個殺頭 就是斬首 斬首行動 一定要用 要用這件事情 一旦普京 被人做了 那國內就馬上馬上 跟歐美說 說大家不要打 這個是普京個人 要把那些責任推銷 推銷在那裡 那就眼其式股 那大家就談好數 到時候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按一下按那個按鈕的話 到那一刻你談好數 沒有數好談 你只有俄羅斯 只會被人分解 所以說俄羅斯人 你普京瘋狂 其他下面那些責任 跟他搵食那些人 不是瘋狂的 我跟你普京 我也是想搵著數 老闆 對不對 你這麼瘋狂 你搞到連我死了 我說我的官 可能是 找很多錢去買回來的 大哥 你不要玩這些東西 我還沒賺夠 還沒回本 剛剛說 人家會這麼想的 所以普京現在 他的國內來說是危險的 他現在有壓力 再加上這次黑石大球 這樣一爆 現在也很明顯 你在戰場上面 折折不順利 就是屢戰屢敗 就是我早前已經說 你在前線上面 做了淘寶 做了拼多多 就是俄羅斯在賣武器 就是把中央撥過來武器 說禮手賣給烏克蘭 你懂得用的 都是和射武器 平平地賣給他 在歐洲 在比利市的銀行戶口 你打掃下去 入了掃 我定時定後 大家幾點 大家向天鳴槍 明白嗎 我向天鳴槍 接著我就潰敗 我就回去 和射武器的報告 說我被人撥擊 不見了一輛車 怎麽不見了 其實那輛車很完整 那個人走了 如果和烏克蘭的朋友 說你多帶幾個單車來 我不用走得那麼辛苦 我炒單車回到我自己的容器那裡 或者比較便宜的裝甲車 或者Jib仔 或者私家車給我們駕回去 不用走得那麼辛苦 現在還可以這樣玩 但是一落雪的話 連這件事沒辦法玩 那你還可以怎樣打呢 所以我是樂觀的 這場戰爭 你說 是不是就是說 哈利米亞這條橋 這樣被人抓一抓 是很明顯 我的判斷就是 烏軍是會 對這個烏林去發動一個 近期可能會發動一場大進攻 大進攻 因為你沒有了補級 沒有補級 我當然是趁你沒有補級 忍了你打了炮 接著我就誓下來 你就不能還手 那你就一定要投降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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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看這個形勢 再加上現在俄羅斯 這樣縮清裡面的軍方 我看這個戰士 樂觀點看 就未必可以拖到很久 嗯 講回這場戰事 我們講一講 那個全球的首富 美國電動汽車龍頭 大家知道特斯拉 那個CEO 他最近有一些言論 就有些爭議 本身是兩種言論 其實現在有一個新的 是 他講了 烏克蘭和俄羅斯這場戰爭 他能夠 能夠 就是一個和平的求賞 建議連效國重組 烏國 這個肩變地區的公圖 就是克里米亞 剛剛講的克里米亞 公圖 接著就 克里米亞 他建議克里米亞 各樣被俄羅斯算了 就已經被封建了 有三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台灣 我知道 這件事我知道 基本上 馬斯克是代表他個人講的說話 等於李嘉誠講的說話 你不代表那個政府會聽他講 但是為什麼馬克思這樣講呢 馬克思會這樣講 很簡單的道理 馬克思的生產創 現在在大陸 馬克思是有必要 公開也好 和美國的國務院的高層交代也好 他是不是受到壓力 我相信一定有 我相信一定會受到壓力 尤其是 他講到烏克蘭去 叫聯合國那四個地區 重申公投 我已經是 拋頭了 他一講台灣 我就知道什麼事了 一定是大陸給他壓力 喂 你 你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你在上海 你在北京上面 Tesla那些什麼 汽車廠 你知會怎麼看著辦吧 即是說這些東西 即是在大陸有得寫 說有什麼事 喂 我沒有警告馬斯克 是他的傻子亂說而已 我叫他看著辦而已 但馬斯克說過了 由此可以看到一件事 商人就不要碰政治 你可以利用政治 很快很快就回答 就像當年的蘇特拉那樣 利用戰爭發戰爭財 短短一兩年有一個失敗的商人 平平平平平平 一個納稅之下的首富 就是巴結到那些納稅的軍方 拿很多這樣的利用 利用這個戰爭 但是 你現在講到這些東西 因為大家知道 它擁有一個斯塔林 現在斯塔林在這個 俄烏戰場上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極大的作用 那麼 那麼 烏克蘭的軍方也都提出了 提出了 他就說為什麼我們 現在打一打 斯塔林進到一些俄國佔領區 不是這麼靈 那馬斯克的解釋就是 因為那個佔領區 那些衛星看不到 什麼什麼 這些擺明是騙人 擺明是藉口 之前你幫忙的時候 俄羅斯坦克 大家一清二楚透過聲鏈 就完全知道 你躲在樹林那裡 整個坦克的形狀 就好像X光 好像Enferact 那樣全部看出來 那麼現在你反而看不到 就是你已經被人迫 你要暗暗地幫俄羅斯 甚至是 就是沒有這麼幫烏克蘭 這些東西 美國如果軍方 我相信美國會徹查 馬斯克最近這些言論 和他在戰場上面 Starlink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 除非馬斯克他離開美國 全部他的發展 否則的話他都會很麻煩 就好像那個 那個什麼 是 斯洛登 斯洛登 那樣 很可能走回這條什麼路 所以說其實他應該要說出來 在他一個自然安全的環境 在中國的投資 老實講 是沒有了就沒有了 就是你沒有硬的了 就是你 賺了這麼多年的好處 就是你現在才知道 社會主義的鐵拳的利害 就是這些事情 馬斯克這件事 如果他自己處理不好 他會相當麻煩的 就是相當麻煩的 就是你北京現在正在打仗 就是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因為這樣 而你 烏克蘭 和歐美國家 就被俄羅斯 就是成功佔領了那幾個地方 後果更加嚴重 就是無論這場仗 打成是勝 是和 是負 對你馬斯克 都是一些好處都沒有 那我相信 就是我的判斷 就一定是被人拿著 拿著什麼什麼 就好像我們香港的湯家驊也是這樣的 就是以前在公民黨裡面 頭頭是頭的民主鬥士 突然間這幾年這麼奇怪的 說話 那麼 國有前一 當然是有些事情被人捏著的 如果不是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 尤其是這些特色是中國人做事的特色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做事的特色是這樣的 所以說 大家也都不用這麼擔心 說說會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 我相信美國國內軍方那邊 國務院那邊 或者FBI那些 會開到調查 馬斯克的 我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它都會很麻煩 其實它都還說了一些東西的 它說中國呢 中共還不認同 它在烏克蘭提供過新年的衛星網路服務 還要求它保證之後呢 不會在中國大陸推出它的新年服務 所以我們的觀眾可能都記得 但是在俄羅斯進入青花囊 一開始 這個馬斯克就說了 挑戰普京 擔挑普京 那時候都很勇武 還有它的新年服務呢 也都在這個戰爭中 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能夠連到它在這個戰爭中 很多資產呢 很多生產設備在中國 沒有辦法不是這樣 它現在就答應著先 但是你說新年將來 會不會鋪在中國上面 使用在中國上面 一定會 因為新年它是計劃到40萬粒 低國衛星的嘛 那40萬粒低國衛星 怎麼會不包含中國呢 一定會的嘛 那40萬 老實說 你中國可以用導彈射它下來 那你升年多少錢一顆 你導彈多少錢一顆 你的成本是很不合格 導彈是幾百萬 四五百萬美金 才能打到它升年 但是升年一個成本是幾千元美金 你打一層幾千粒衛星 我再射幾支火箭再報 再射出來再報件下去就搞定了 就是你吹不上的 所以有些什麼 你是受脅迫的 那現在就先答應 答應先 到底是不是照樣放 你都沒有去扶的 是不是 完全沒有去扶的 那很多人說 中國可以走回中國自己的升年 自己的低國衛星 可以的 我也都非常贊成的 當你走到低國衛星的話 那國內那些十四億人的話 就可以透過這個衛星呢 就收到外面的資訊了 你截不到的 因為在衛星上面 你就不可以 就是叫那些人 你只能看到中國的東西 不行的 就是衛星 如果你對衛星有了解的話 就是不是學德英特利 那種 你在有個防火場 你攔截了六百 就外面的資訊進不去 不是的 你射了上太空 你難不去的 你接不去的 所以也都很麻煩 好了 Lucy 是 今天我想最後講一講 就是 二十大 講小時候二十大 好 不講二十大 二十大 我來看那個人事那裡 我其他一支頻道都講過 我的判斷應該是親習派的人 他不會當大權的 就是因為他既然 既然如果做連選連任的話 繼續做下去 他就一不做二不休 他會用回自己的人 就是你看看李強啊 陳敏義啊 丁薛祥 是入硬的 總會 除了丁薛祥 我覺得 陳敏義啊 還有李強 都有可能進去的 就是他的集系的人馬 會壟斷了這個中常委的 這樣也好的 速度加快了 加速了 加速了中國的超英趕美 好的 香港就小心一點 為什麼我今天 臨時臨今 最後我突然想起 因為今天 現在過了十二點 就是十月十六 叫做中華民國國慶 雙十 上個禮拜前幾天 馬英九 就是前總統 他就說一段說話 就罵蔡英文 他說為什麼叫台灣國慶 不叫中華民國國慶 現在為什麼不修憲 很多人馬上罵馬英九 不應該說什麼 台灣紅龍火火火 尤其是獨派那些人 首先有幾件事情 馬英九沒有說錯 沒有說錯 真的 的確應該叫中華民國國慶 不應該叫台灣國慶 馬英九也沒有說錯 你要台灣國慶 可以修憲 對的 馬英九沒有說錯 所以蘇貞昌說 說一件事情 馬英九沒有說錯 但是呢 我們說台灣國慶 也都錯不完 也都對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台灣就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 也都對的 也都對的 那麼 為什麼我在這裡 特地要最後去講一講呢 大家 的確 如果今天是台灣的情況的話 就是受到強力壓迫的話 用台灣這個簡化了中華民國的 一個定義 就是從頭到國際的行列裡面 受到國際的關注 這個是方便快捷的 最快捷的方法來的 當然牽涉到修憲的話呢 就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只要其實是說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用這個概念 它在國際上面呢 會可以加速了台灣 重新投入國際的事務 也都更容易受國際的關注 因為你在國際上 你叫那些人去分 Republic of China 或者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都是很難的 簡單的 台灣 ROC 這樣那些人是異名一點的 這個東西其實 我來講我覺得 我不會太反對 就是現在現階段台灣 在這麼大的軍事武力脅迫的情況之下 你先求生存 先求生存 是 我應該說得對 那在憲法上面 是有些問題的 我承認是有問題的 還有呢 大家 那些獨派說 香港那些不了解 這個近代史 那個發展的人 的朋友呢 他搞不清楚一件事 因為你要有個中華民國的名號 因為中華民國 是繼承了大清裡面 一些的法統 道統 國統 那有些什麼好處呢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現在俄烏戰爭搞到這樣 俄羅斯分分鐘是 面臨第二次解體 面臨第二次解體 Boris Johnson 或者國際有人 應該提出來 喂 近三百年的 不平等條約全部廢了去 如果廢了去的話 這樣在大清的外徽條約 北京條約各樣出去的 什麼 江東六十四團 海南炮 海森威 這些這樣的 被俄羅斯強佔了的土地 理論上是 中華民國去繼承的 就不是台灣去繼承的 大家清楚了沒有 這個概念大家清楚了 保留著中華民國 將來有一張牌可以打到 第二個 香港的問題 喂 南京條約 當日中英聯合簽署的時候 中華民國行政院 馬上發表聲言 是不承認的 現在外國如果要玩 英國人如果要玩 原來跟中英聯合談判 其實我們談判的對象應該是中華民國 它繼承了清朝的法統 因為香港的問題是清朝的各樣出來的 中華民國是繼承了清朝的道統 理論上 因為現在的 林京條約的政府 都在台灣那裡 這樣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談的 當然你說 人家軍隊已經進來 已經是霸佔了香港 但是問題就是說 將這件事變成一個國際事件 就有多一張牌可以打 你用中華民國就有這個好處 你用台灣 沒得談的了 台灣有個危險就是說 大陸是帶一條道理打你 帶一條道理 他要統一 這是一個非法政權 因為已經變成真的 純粹中國的內政 但是如果你用中華民國的話 就不同 中華民國是111年前 建立的 你那個都是七十幾年 七十二年前建立 七十三年前建立的 我還建立的 給你做 有什麼理由 就算要打 我們要收回 統治你中國大陸 而不是中國大陸 是統治台灣 這個法理上面 要這樣說 所以大家要冷靜地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將來沒有機會跟大家講 包括聯合國的2758 這個什麼 中共那個 代替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的席位 其實 是在講中國的代表權 沒有講到台灣的代表權 沒有的 所以 這件事情其實很多 很多位是可以講到的 也都可以將來 我希望跟大家去解釋到一件事情 就是 很多歐美的民主民民國家 他當日和中華民國斷交 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 其中一件事情 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 其實不是這麼多個國家 我發覺 原來不是這麼多個國家 有25%的國家 是對這件事情 是知識 不是承認的 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 所以說 這件事情 就是台灣問題 國際化了 將來 未來這幾年 會有很多面紅異議 尤其現在全世界 天下為中 這個什麼 氛圍上面 我相信 歐美國各國 就是見逢插針 一有一些什麼機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去玩大陸 就是玩中華人民共和國 玩中共的政權 所以如果你自己放棄了 中華民共和我們台灣無關 那你就變成 很老實講 講一下 政治現實一點 也都不是美國所樂見 也都不是歐美國各國所樂見 你反而留下中華民共和國在這裏 大把 利用這個中華民共和國的題號 就玩你大陸更容易 就是更多手段可以玩 就是大家不要去發夢 只要台灣是個獨立國家 我們就可以重新投入聯合國 重新跟外國建交 不是那一回事 這個牽涉到很多很複雜的 國際關係的問題 很複雜的 就不要看這件事看得這麼簡單 還有很老實講 很現實講 你台灣宣佈獨立 美國都不會贊成的 美國是不會幫台灣獨立 幫你去打那些中國投入 那個子弟兵去死的 不會的 大家真的要冷靜點去看 另外就是 你台灣無論今天怎樣 你的強輪有個瘋子 拿著機關槍 拿著一把菜刀 到處去 在你門下這樣挖 你都不代表你會有安全 現在台灣是安全 就必然要得到國際間的 有人共同的維持 你台灣才能換到安全 所以說 最後我再說一句 你台灣包括馬英九也好 洪秀宇也好 一些國民黨裡面的高層也好 你口口聲聲說要統一 要堅持中華民國的發動 就是一個一中憲法統一的 我想請問一樣 你這幫人 跟大陸的高官接觸的時候 請問你有沒有堅持中華民國的立國的精神 自由民主發展 人權 軍庫 這些這樣的觀念傳給大陸 希望協助大陸去達到這個 然後想說統一呢 中國統一究竟是 專制的方式去 由中華兩國統一 台灣 還是你用一個民主自由發展 人權軍庫的方式 去統一中國大陸 你要講清楚 講清楚 你不要說我一味和和和和和 和就是投降 尤其是現在擺明人家要武統 人家都出道聲了 你還抱著九二共識來做什麼 就是 這三十年來 大陸是完全不同意你中華民國還存在 請問還有什麼好談 沒有什麼好談 所以說 今天雙十 中華民國111年國慶 我們都希望 萬歲萬歲 中國人的難得 真真正全部中華人的正體 很多人說中國人不適合搞民主 不是你看台灣 不是成功 很成功 展示給全世界的人看 中國人是可以有民主 是可以搞到民主 但是現在台灣的問題就是 它裡面一些策略 行無不清 而我剛才所講的事情 就是反駁蔡英成 先生所講的事情 就是說 台灣要走自己的路 要脫離中國 怎樣令到中國 台灣還有一班人 一個中國的月子 令到很多台灣人有混淆 混淆就是因為 你搞不清楚 那個國際關係 搞不清楚 中華民國的好處 清楚了的話 其實大家都很清晰 大家都很清晰